今日的ET国股推介是新铜基地产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华族简选原因是 新一份资政报告昨日公布 未见大力压抑楼市措施 5月期市场对地产股的忧虑淡发 本地地产股价早前已率先调整 短期有反弹机会 股份可以留意新地 海通国际指出 在2022至2024财年 新地每年平均住宅进工面积 大约260万平方尺 明显高于2021财年170万平方尺 高进工意味着盈利可见度较高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新地2022财年 盈利达到323亿 那年增长2.1 新地股价比每股资产正值折扬大约5.1 彭博预测新地2022年股息率5厘 股值吸引 投资者可以留意96元附近收集新地的机会 短线以110元为目标 跌穿90元就减迟 小鹜 大约1 07 范乳说